好 今天也邀请到咪咪 这是咪咪的书 叫职场修炼心法 越转职越厉害 越转职越厉害 老板看了会生气 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 转职 对不对 那我介绍一下咪咪 咪咪呢 这个她说是从上个世纪的传统媒体 走到21世纪新媒体的资深媒体人 曾经是台湾电视史上最年轻的 电视台节目部企划主任 这很大 对不对 不容易 那叫几岁 32 32 带着团队以露面高手 打败如日中天的灰龙载天 真的 那个小时候看的 新闻歌的 灰龙载的 也曾经打造绿光森林 微笑pasta 风靡偶像剧的市场 是女人我最大 时尚玩家 成为TVBS招牌节目的幕后推手 还带领团队两度登上 中国央视的春晚 那要上春晚不容易 那而且以经纪人之知 把魔术师推上了美国达人秀 跟纽约的百老会舞台 这个都不容易 现在呢 现在在上新闻哇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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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想写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因为 我已经入行35年了 然后就 最近因为就是开始写杠 然后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碰过这么多事 做过这么多事 认识这么多人 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很爱换工作 爱离职 所以就变得很厉害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好题目 要不要写一下 分享一下 那因为我就发现 我身边很多人 在换工作的时候都会害怕 对 然后都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那我想说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换过很多工作 就是台湾的电视台 几乎都呆过 然后只有年代没呆过 然后 对 然后就都呆过了之后 就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 可以有很多东西 可以介绍给大家 所以就把它写出来了 你讲说要换的时候 都会很挣扎 道远你有当时要换 有挣扎吗 当然有 对 因为基本上 餐饮还好 但是到房仲业 我觉得 因为它是一个有专业领域的地方 对 其实当初我也是想蛮久 但是我觉得也是破釜成舟 就是你要做了 你就是要撩下去 你要当演员 或是说那个什么 那个歌手 好像越来越远了 对 其实我现在还是就是 可能戏跟歌手 我就等于是比较少了 可能通告为主 因为基本上也没办法这样才 总是要放弃一些东西 因为我现在要专注在房仲事业上 是 那你说你有带这个 台湾的魔术师去 中国演出 然后说为什么他们一直想采访 因为我们那时候上春晚 那春晚是直播 那魔术其实是风险很高很高的表演 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穿帮 或者是有一点缺陷 那我们那天直播完了之后 其实现场都觉得非常非常棒 包括央视的导演都来跟我说 你们今天太成功了 但是三分钟之后 我的讯息就爆了 就所有的朋友就说 网上已经全部揭秘了 扒开了你们的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会回放 然后截图 然后一格一格看 你知道魔术是很残忍的 就是如果你一格一格看 是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 你知道他每次春晚 就从刘谦开始 每一个人只要上完春晚 那个魔术就一定会被揭秘 然后会被一直讲 然后就手机就爆了 然后接下来就所有外面 因为一上完之后 外面有所有的媒体在等你说 我们看到这个了 那你回答一下你们怎么了 然后网上就是 所有的酸民全部上来 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被网爆了 对 所以要去处理 对那时候就只好赶快想办法 去怎么去回答 要怎么安排上春晚 实力 第一个是你作品要被看到 然后要有流量 然后再来就是作品要够好看 对 就是这几样是他们选择你的第一要件 然后接下来还有 大概十关要过 过了十关之后 什么叫有十关要过 就是比如说他们先选了你 选了你之后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错 来跟总导演建一次面 然后跟总导演面试完总导演觉得 这个应该可以 他可能会选十个魔术师 然后看完之后才会选 你应该可以 然后就从十个里面选 比如说三个或四个 然后你们回去准备 我们就回去准备 拍完我们要变成魔术之后 再送神 再下一关 这样子送神要送三次 对他会来回修 三次之后他会选最后两个 我觉得你还可以 然后就叫你去北京待命 然后我们就要在北京待命 然后就是表演 再表演一次现场的给他们看 现场OK了 你就可以留下来 然后接下来等四十几天 他们就会反复 每天每天每天改你台词 改你动作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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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改到最后倒数两个礼拜 每隔一天要所谓的连牌 就是总彩牌 就是当正式播出 那时候还不确定可以上 那时候是两组人轮流 这样子还不确定 那没上了会有钱吗 没有啊 我们上了也只有两千块人民币 因为他要的是全国都可以看到 最后的利益 14亿人在看 那我早一点被淘汰还比较划算 搞到最后那边被淘汰 我们就有看你没有出团 人家就是要背后的利益 很满可怕 就是最后就是像我们 就是那十天里面 就是每隔一天就要连牌 对 然后我们中间就有看到 你知道你看过春晚 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 跳舞的两百人的那种 有 我们有看到就是我们 那天连牌完之后下来 他们就被通知回家了 排了四十天 最后倒数第五天跟你说不用来了 就回家了 很可怕 你就一定要跟他讲 才两千我们不在乎 好残酷喔 很残酷 但是你上完之后 如果你成功了 你接下来的商演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价钱 因为上过春晚 你上过春晚 你没有上过春晚 你可能去演商演 就是比如说三万块 五万块人民币 你上过春晚之后 你的价格是四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 一百万人民币 这样一场 春晚多少人看 十四亿人 不会是每天每个人看 包括海内外 全部 有这么多吗 真的有 非常多 真的就是上 像我之前带过人去上过 包括他们只是中秋晚会而已 上完之后 我们走在路上就被包围了 那上完春晚也是 中秋应该是很多人看 中秋也很多人看 那叫秋晚吗 对 没有 它叫中秋联欢晚会 然后像 因为春晚是春节的晚会 对 那春晚就除夕嘛 春晚是最多人看的 中秋还算普通 秋晚合理 秋晚都不够秋晚 对合理 对 就是上完之后 确实就是你的身价很高 因为你整个流量会暴增 然后包括你的 比如说微博的粉丝数 你就会直接从百万起跳 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商机 对所以经济规模是很可怕的 像你刚刚讲刘谦这样 他表演完之后很成功 那他被隔放 然后被网爆之后 那其实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他后面 还是张阳阶吗 张阳阶知名度高 好 这个Mimi她是在疫情过后 这几年回台湾接触直播 这个现在直播也很流行 对 不过老实讲直播要 这个出头天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竞争激烈 对 对 那怎么样才能够 这个 就是走出自己的路 直播其实很有趣 直播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一个人的武林 他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有一只手机 这个就是你的舞台 对 然后你在直播里面 你怎么样去服务你的粉丝 就是怎么让你的粉丝开心 然后愿意抖内 那他有一些技巧 比如说有才艺型的 余芬应该是才艺型的 是 对 比如说才艺型的主播 余芬的歌声很棒 对 才艺型主播就是你真的要够会唱 但是会唱之外要会聊天 还要会聊 对 直播其实是服务业 就是你要像那个柜台小姐 就是柜姐们 就是你因为她是进来的人都只有名字跟代号 对 你要记得你手机里面跳出来这些人的名字是什么 那进来有好几万人怎么可能记得 就是要记 你要记 真的要记 好几万人那非常厉害 几万人是多的 通常你忘都忘不到 因为只有两个人 你跟他们两个 两个就混 对 跟小名小名连续打招呼 能其中一个人是自己开另外一只手机 还有一个结果是 还有一个结果是妈妈 我在掂听 比较小的 对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